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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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一個傑出的Youtuber 今天影片 我會另外分享這兩個故事 千萬不要錯過今天的影片喔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 支持我 對影片按下喜歡 以及訂閱都是支持我的動力喔 好了 那我們繼續回到今天的主題 你一定會看到 魔攻提米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先來說一下魔攻提米的好處 到底在哪裡喔 提米的一技能傷害會變得非常痛 而且他出的是藍色的魔法寶石 再加上滅絕輔助道具 其實前期你只要二技能拉中敵人 再配合你一技能永久P 幾乎可以把一個刺客型 以及法師型射手型玩家 直接震掉半條血 真的不誇張 以及大絕招你出完這套裝備之後 會比以往的大絕 多了2500滴以上的回血很重要 而且呢在復活當中 還會對附近的敵人 造成1800滴的魔法傷害 真的不誇張的出裝 你一定要對影片按下喜歡 用用看這套出裝 好了那講了優點 那我們要來講一下 這套裝備的缺點 這套裝備的缺點就是 提米會變得非常薄 跟衛生紙一樣喔 就是有時候你去廁所 沒有衛生紙的時候 你要把一張衛生紙 插一層兩張來插PP 你可以看到它第三件裝備 直接出巫妖皇冠 再接上混沌法杖 等於說你沒有任何的生存能力 所以你的大絕招 按的好不好 就跟你這個魔攻型提米 玩的好不好 絕對是一個關鍵喔 那這一套你可以看到 魔紋它竟然帶的是周而復始 其實我覺得它這套設定的 也是蠻有道理的 因為你要出一個魔攻型的提米 你頂多出到巫妖皇冠遊戲 就結束了 那周而復始在後期呢 假如你沒有用完的話呢 它是可以轉成金幣 所以你更有機會 出到後面的混沌法杖 而且你可以看到的是 它竟然沒有帶強化恢復耶 其實我建議各位 在最近這幾個版本呢 可以試試看吧 強化恢復換掉的原因是因為 在下一個版本當中呢 強化恢復已經會削弱 只會有一級的效果喔 所以不妨可以用用看 那你一定會說 哇那沒有強化恢復 提米的回魔到底該怎麼辦 從魔紋這邊你可以看到的是 它帶上了一個 綠色的疾走 就地上滑滑的走過去 可以增加回血回魔 走在河道上面 我用起來發現 真的是太好用了 既然我們提到了魔紋的改動 那我順便來跟大家分享幾個 未來的情報喔 下一個賽季開始的強化恢復 只會有一級的效果 從原本生命值640 再加上每級20的恢復 下固定值有660了 所以是一個超級大的削弱 另外射手非常冷門的 黃色聖靈召喚 固定的射程 從8.5M升級到了9.5M 以及部分射手像是亥牙 一些坦克最愛用的叢林遊俠 傷害數值從最大10%的生命值 下修到了只有8%自稱最大的生命值 以及我拍片最喜歡用的極高一籌 冰險野怪的收益減少原本是40% 現在下降只會有25%了 所有輸出型最喜歡用的死亡詛咒 現在第二段的傷害改成 6%目標以損失的生命 再加上自身每100額外物理攻擊 或是200的魔法攻擊 會額外再增加1% 下一個版本的魔紋會改動非常多 另外先預告一下 下一個版本又是一個坦克崛起的版本 官方再度加強了部分的坦克裝備 這到時候我們會再分享 好啦那回到了今天的主題喔 我們現在玩一下這個提米 這個提米 我覺得其實玩幾場遇到最大的挫折 就是你隊友不會玩 這好像真的是廢話中的廢話耶 好啦那現在大管路爺爺呢 在我前面一直不斷的射管管喔 那我們直接跳了上去 一個電流雞雞棒之後 星葵真的是一隻狗角中的狗角 官方你確定在下個版本 還要再稍微加強他嗎 好那我們先來講一下 我昨天發生的第一個故事 我昨天在我家門口差點被綁架 真的不誇張 真的太驚悚了 昨天我跟我的好友呢 原本預約在家裡附近 要去吃樹太老 結果呢 因為我沒有戴眼鏡的關係 我晚上就有點夜忙 我看到有一台車 小轎車 直接停到我家門口 接著呢 他就打開門 搖下窗戶說 欸上車啊 我就想說這個 這個人是誰 該不會是我朋友吧 然後我就沒什麼注意 我想說是我朋友 聲音很像 我就打開了車門 然後坐上去 正要拉安全帶坐下來的時候 我想 天啊 你是誰啊 然後他就說 走啊走啊 一個看起來瘋瘋癲癲 有點中年肥的男子 叫我上車 我趕快立刻下車說 欸欸 對不起 我上錯車了 然後他就直接急忙的開走 我的天啊 真的是太可怕了 然後當下他 馬上開走左轉之後 我就 扔在原地 天啊 我剛剛上車是不是 我要被綁架了 一個30歲被綁架的人 應該也能上新聞吧 哈哈 好險我也在這邊哦 那另外呢 那我朋友呢 昨天去吃飯 他就問我說 哇天啊 現在做youtuber好爽哦 要怎麼樣才能做一個 這麼普通的youtuber 又可以有不錯的收入呢 我就跟他開玩笑說 做一個穩定的youtuber 你要談吐大方 然後能夠承受各種的壓力 你不要看到我每天這樣嘻嘻哈哈耶 有時候其實你面對一堆酸民 你很想隔著螢幕 或是手機把它鼻樑打斷 真的有那種感覺哦 很多人都以為哦 youtuber就很快樂 啊每天打遊戲要拍拍片哦 我們承受的壓力真的不少 最近聽到了一個新聞 阿神終於停止了 11年來的每日更新 這是一個 多麼了不起的成就 看到他11年 每天 每天不間斷的更新 他承受的壓力一定非常大 因為他是台灣非常頂尖的youtuber 酸民一定又更多 我真的非常尊敬他 然後我就說 呃 你想要做youtuber的話 我覺得你的談吐 看起來會有點像性騷擾 母湯哦各位 母湯的意思就是不要 因為他眼睛 就是那種咪咪的有沒有笑起來 很像是小叮噹吃銅鑼燒眼睛 咪~~起來的那種感覺 我就說不行 你這樣看起來 太像在性騷擾別人了 哈哈哈哈哈哈 就很開心啦 沒有 跟朋友吃飯就是我們都很喜歡 講這種批話 其實我平常的這些談吐批話 都是跟一群朋友 那忍耐酸民的限度 都是從我大學訓練出來的 你的大學生養一定要教一些 非常嘴炮的朋友 能把你尿到你頭上 已經有三根筋 很想要右拳灌到他鼻樑 但是呢 因為你們是朋友 又沒有辦法 只能笑笑的 沒假裝你沒有生氣那種高EQ感 我真的覺得大學真的非常重要 好那現在呢 我們就直接 哎呀這個高兒唐老鴨 直接衝了過來 誰是高兒唐老鴨 你不覺得艾瑞的那個造型呢 明明眼看其實很像是唐老鴨嗎 對不起我剛剛手機翔哦 好那你覺得艾瑞像唐老鴨的話 也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 讓我知道 然後尖尖屁股女呢 還有刀鋒亞絲娜在前面 哇這個陣容太可怕 我一過去覺得被綁架 一個道德綁架的概念 哎這不能過去吧 而且其實你看影片到現在 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們這隊的藍也太強了吧 你知道我自己玩藍 都沒有玩成這個樣子 他剛剛在中場就跟雙殺我傻眼哦 第一次在傳說對決遇到這麼強的藍 絕對 這個是我認證 目前我遇過最強的藍 你有遇過更強的藍嗎 也歡迎你在下方留言 跟我一起分享哦 不知道藍洞英雄 就讓我有點感覺 因為綺羅不是很愛他嗎 就他很像有點像媽媽 愛心媽媽的感覺 就在你下課的時候 會在旁邊呢 舉起旗子 讓你有交通安全的那種媽媽感哦 好那現在呢 我們就直接兵線推進去 對面的高冷國文老師 羅密亞再加上刀鋒寶貝亞斯娜 還有一個高額頭的唐老鴨 在前面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們兵線好像有點卡在這邊 沒有辦法動盤了 而且對面現在 竟然只有一殺著 究竟是怎麼回事啊各位 好我剛剛沒有復活到 我們的星葵是我一個小失誤 不過我相信在前面的傷害部分 我已經清楚的彌補回來了 好了那屁股蚊子女呢 在前面華麗的轉眼圈呼拉圈 走大管嚕爺爺呢 在旁邊嚕著她的大管 而高冷老師盧蜜亞呢在旁邊 欸我發現好像有盧蜜亞又有藍 好像有什麼傳說對決 精彩的事情又要發生 這個兵線可能是推不過去 至少我們現在讓她三塔全爆了 如果最近沒用強化恢復 你要試著恢復轉好 就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 一直按就對了 而且我終於知道 為什麼官方在下個版本 要把體面的被動 從25%下修到20%了 因為我昨天測試了一場 我昨天測試了一場 我從頭到尾 假如都跟在射手旁邊的話 當我們射手賺到一萬塊的時候 對面的射手竟然只有八千塊 這個經濟的差距真的太大了 好其實我剛剛是想配一個銅神斷火鍋 哎唄唄唄有沒有看到 我一個霹靂甩尾喔 讓這個蚊子刺刺你弄不到我 那我們的 大腿出出國溫老師就直接跳了上去 那嚕管大爺爺呢 直接在後面不斷的發射 好可怕 魔紋也是一隻後捷的角色 不過完全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的鏡也是一個 超後期的角色 你看我榮耀護衛的素質 太完美了 額外恢復 1900滴的生命耶 等於說2750再加上1900 哇這是一個將近 應該有4000滴的恢復生命 再加上爆炸起來的魔法傷害 天啊 哪一個刺客啊 奎倫敢給我靠近喔 我覺得就用 綠色的榮耀護盾弄死你 現在護盾法 混沌法杖已經 出來 差點講成混沌法杖 你不覺得那個混沌法杖的造型 長得很像混沌 我最喜歡吃混沌了 而且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混沌有另一種叫法 叫做雲吞喔 叫起來真的是蠻妙的 好 那我們這邊呢 就直接跟著所有的隊友衝過來 星葵太可怕 那麼直接錄了上去之後 沒有錄到任何人 其實我覺得後期他的 輔助裝的能力喔 從破滅應該要換成清新 會稍微好用一點喔 最後一件裝備也可以嘗試輸出 看岩盾也會有不錯的效果 好啦 直接過去開一個大絕招 對面也不知道完全綁誰 我們的星葵就直接 咻咻咻 蹦蹦蹦如蜜啊 高 嘎 狗嘎 不知道為什麼講話 有點卡住了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 掰掰囉 各位 我們明天見囉